嗨,哈啰,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,大家好,只要开始就会有改变,为打造有特色及生态理念的城市发展模式, 台中市政府日前发布台中市鼓励移居建筑设施设置及回馈办法,透过提供免计算容积楼地板或建筑物高度等的奖励措施,鼓励开发商及建筑师设计垂直绿化设施,双层遮阳墙体,直升墙体,副层式露台,邻里设施等设施。 台中市政府表示,期盼经由政策引导将绿化植栽引入市民的居家空间,同时增进邻里的关系与互动,逐步提升整体居住环境与品质,打造台中成为台湾最宜居的城市。 记者邹志中报道 台中 因铁道而兴起 老建筑 有了新幸福 老河川 有了新样貌 老地方 有了新发展 有了新发展 老日子 有了新呼吸 老所在 有了新味道 老屋 老周 有了新木 老师 老具 乖 婶 老师 very 女 7